我没变,我没变啊,家人们 别拟她 对,有的喜欢黑粉,她喜欢 就是带节奏嘛 不忘初心,对不对 不,你黑粉,是的,因为你才是Self,这个什么呀 这个叫做什么,ABC 说我是Self,你才是Self,真的是 你怎么说我也不会难过的,对不对 我们,因为,呃,我们也是,现在也是,好好的 谢谢啊,安安,她怎么在看我直播呀 不要刷礼物了,你刷礼物给我的话 还不是平台拿去了 你不承认,你自己看一下,哎呀,你说我是Self 全部的人都在笑话你这个ABC 你可能在直播间找存在感的吧 对不对,你肯定是一个心粉 只有直播间大多数的,呃,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应该,就是从以前陪伴我走到现在 他们知道我是一路怎么走过来的,对不对 有很多老粉,铁粉,家人们 应该都是关注我们很久了 从3月21号关注到现在的有没有 对,从3月21号 那些喷人的应该都不是什么铁粉 那些喷人的应该都不是什么铁粉 更不会是关注从开始 对呀,你看有这么多呀 这么多 谢谢这儿嘛 我就知道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 你们看,呃,谢谢阿姨还有姐姐的支持 我从,我在家乡,我在家乡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呃,叫我出来工作 我可能拖了三个多月是不是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出来工作 当时我被好多人骂呀 他们说,哎,叫你出去工作 你扭扭捏捏的,呃,出去工作 你这个傻女人,说我什么的都有 说我一直不出来工作 因为我当时对阿姨不怎么熟悉嘛 也没有那种信任感 因为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 所以我当时就一直没有出来 也不听那些粉丝怎么说我 说你怎么一直不出来工作 我当时想的 第一,我不怎么熟悉 不怎么信任 我不是说认识一个男的 我就跟他跑了 那好危险呀,对不对 而且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女儿 我如果这么样子 就是说这么容易被别人带走的话 那太危险了 然后我当时也不听 我就几个月一直都在家乡 然后那些人就一直说 你怎么不出去怎么怎么的 我当时也想了一下 如果我马上出去也会被骂 会说你出去就变了什么什么的 我当时我也没出去 七月份 还是八月我才出来 对不对 出来了之后 因为我知道很多阿姨都把她当成自己女儿一样 然后出来了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然后所有的人都说我好土呀 说我 说我好土呀 说我是个村姑 说我不知道打扮 嗯 说我就是天天的变个变子 只知道穿那些衣服 就是这个样子 说我 我一路上都被说出来了之后 就说你太土了 说你丢你呀 不知道穿怎么穿 好我就被骂了 然后我 我开始把头发放下来 我就 觉得搞 大家都这样说我 我换一下风格 开始把头发披下来 你看今天又有人说我 你不纯了又怎么怎么了 真的做人太难了 就像安安给我说的一样 你清纯别人说你专 你打扮别人说你 说你高清 反正你不管怎么做 别人都要说你 我觉得啊 就是说 永远保持粗心 然后不忘粗心 我的心没变 我的内心的这个想法 三观啊各方面 我觉得 安安送的什么呀 对 内心没有变 我觉得不忘粗心 就可以了 什么声音啊 哇啊快2万人了 哎 哎 真的 谢谢很多一路信任我 支持我的阿姨 就是谢谢你们的一路的陪伴 真的 走到今天 你们也看得我们都不容易 对不对 而不是那些 才关注你一两天 就各种说你的那种太累了 所以我的话就是说 以前非常内心很刺激 我现在安安就是经常给我说很多 我觉得我的内心都强大了 安安安去忙了啊 安安去忙了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几天 这个事情我只说一遍了啊 因为我觉得啊 家人们都是把我当自己的女儿一样 就比较关心我 所以我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 我看给大家翻点什么布 对 这两天呃 不是吵架 你们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 那肯定是有争吵的 对不对 争吵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因为叶总前段时间也很忙 然后的话很少就是和我在一起 他太忙了 而且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就是从家乡来到这个城市 我真的没有一个亲人 我也这个地方没有一个我的亲人 也没有一个我熟悉的人 所以的话 我可能是我个人我的原因 就是说非常没有安全感 其实叶总的话 他对我就是说 比大家想象中都还要好 很多细节都无法分享给大家 其实生活中他确实也是对我很好的 所以我也相信 就是说他能够分身的话 很多时候大部分时间 他也会陪伴我的 就是说两个人争吵 确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而且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认识这么久了 从来没有争吵过一次的 真的从来都没有 只是说前段时间 半个月他都非常的忙 就像上嘴唇和下嘴唇 总有的时候总会咬到对不对 所以也是很正常的 就是说角度不同嘛 你们也要就是说 之前叶总的话 他半个月我们两个都很少见面 可能就是说很少一起 然后他太忙了 所以有一点误会 所以家人们就说 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严重 就说他对我确实是很好的 对 对 谢谢大家的理解 谢谢大家的支持 也谢谢大家的关心 对呀 上嘴唇和下嘴唇 有些时候舌头都要碰到牙齿 都是一回事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他从来就是 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的 他对我是很好的 就是其实很多细节上啊 很多细节上 很多他对我好的细节 都是我们从来不会记录 从来没有拍摄 都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他对我很好的 他也很照顾我 可能是因为我们 有一段时间没有在一起 就是说他很忙 真的 因为毕竟他有责任 他要照顾很多个家庭 因为他有几十个员工 几十个员工都靠他吃饭 对不对 所以的话很多次 有可能角度不同 然后我们也很久没有在一起 可能就会有一点误会 所以很正常的啊 就是说谢谢大家的关心 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 他对我都是很好的 平时啊我给大家说 嗯就是他啊他上 我因为我们公司里面啊 家人们 我们公司里面就是 嗯有很一个冰箱里面 可能有几十个石流 都是很大的 因为他朋友经常送他水果这些 所以冰箱里面有很多吃的 在公司里面 就是他从来不会给任何人拨过石流的 包括他自己都不会给自己拨 因为他有助理嘛 他平时他的助理是一个男孩子 大家没见过啊 以后有机会他可能会带来给大家认识 因为他工作的原因 很多时候 其实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很多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 他自己吃石流 他都不会薄的 因为他有助理嘛 公司里面有个男助理 一直都在他身边照顾他 包括平时我出门呀 他会都会让他的助理来接我这些 所以的话就是说 很多次我在公司里面 起码有五次 他都给我拨那种石流 这么大一个碗里面 给我手拨石流 一颗一颗的 拨在碗里面 用勺子给我吃 用勺子放在那个碗里面 然后让我直接不用拨 就直接这样吃了 所以的话 你们想他都愿意花时间拨石流 两颗两颗的拨在碗里面 放在我的办公的地方给我 对不对 所以的话就是说很多细节 大家可能都 我们都没有拍过 可能大家没有见到过 其实在你们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很多时候他比你们想象的 都对我好 只是说上一次是误会啊 这些天也让大家担心 就是说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严重 因为这段时间很忙 所以一直没有开直播 说这个事情 嗯 是的 包括他的家人也是很喜欢我的 也对我很好的 因为他家人都是 肯定三观都是很正 有这样的家庭 才会有这么优秀的孩子 对不对 所以的话他优秀也 离不开他父母 父亲父母的这个培养 培育 所以的话 嗯 谢谢大家的关心 那我再说个细节吧 前几天啊 前几天 嗯 干嘛来着啊 嗯 他很累 然后有 就交了一个阿姨来给他按摩 我可以给家人们说个真的实话 前几天 因为他比较疲惫嘛 然后有一个阿姨就来给他按摩嘛 在按摩的时候 因为他很累 知不知道 然后 就给他按摩 给他放松一下 然后在按摩的途中 他就要这样休息 对不对 就睡着了 然后 他就听到有个女孩子的惨叫声 好像是楼上有个 楼上有个小妹妹 不知道是摔倒了还是 怎么了 反正就一下子就 今天